欸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我好像有猜到欸 我知道 囂張欸 這很好吃欸 欸這個人皮肉很好吃 我哪有平常不吃皮喔 吃炸雞不吃皮 你幹嘛吃炸雞 那為什麼不吃白斬雞 歡迎光臨愛吃星球 我是若宇 我是若宇 好經過上一次這個甜點的這個甜品老實說 我們現在決定了 我們要主供鹹食 因為那天吃甜點的時候一直在旁邊嚷嚷說 怎麼沒有鹹的怎麼沒有鹹的 怎麼沒有肉 所以我們今天買了一排的肉 都是炸雞 這邊就是大家都很熟知的拿破裏 然後第二個是 很多人天天吃的麥當勞的炸雞 這個是 有一陣子爆紅的胖老爹 另外第四個就是 這我比較陌生 我也蠻陌生 公司附近的有名的 文德 炸雞 黃昏市場 對對對那附近有一個炸雞攤 據說是有名的 至於第五個呢 就是聽說是你小時候有吃過 我以為是我小時候有吃過 我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因為它名字聽起來有點像 它是寫德州美墨炸雞 但是小時候吃的是 德州小騎士 可是我記得是 小豆豉 對 好啦反正就在這前面呢 有五樣的炸雞 那等一下我們就 我們會請工作人 然後放在盤子裡 所以我們會 等於就是盲測 盲吃 然後看看到底好不好吃 以及我們猜猜看 到底能不能猜出來它的品牌 我們板子這邊有ABCDE 然後我們每吃一個呢 我們就要來猜猜看 它會是哪一家 對哪一家最有的 麥當勞 麥當勞 我也是麥當勞 麥當勞吃不出來就好 我就再幫張若宇拍一支 炒菜的 愛吃心就好 真的喔你要來喔 好 好啦那我們來上第一道囉 欸你先聞看 我覺得它不是麥當勞 我知道這個我非常有把握 你真的很有把握 我們主上很常吃這一家 欸好好吃喔 好 我好像有猜到欸 我知道 囂張欸 很好吃欸 欸這個很奇怪 我想我平常不吃皮喔 你吃炸雞不吃皮 你幹嘛吃炸雞 你為什麼不吃白斬雞 我可以寫了 我知道他是誰 我也知道他是誰 我覺得 好 接下來第二個 B盤這個 它長的 有點 很像不是我們常常吃的炸雞 的炸雞 然後它比較像那個 它比較 黃一點 但它聞起來也是像 大家可以猜得出來是誰 真的嗎 這是我很陌生的 這個味道欸 很陌生啊 但是 它其實也蠻好吃的 這個不好看 我忘了 它不能講吧 等一下不能講 講了就知道了 好 我已經猜到了 我覺得 我看我答案 我已經寫了 好那這是我們的第二盤 這個很明顯吧 都已經猜到了啊 腦中都有音樂了 是你的是我的 三場 這個真的 怎麼樣 很難很難啃 我就喜歡吃這種 這種部位 你喜歡這種的 好那我從哪裡吃 我真的是會拿叉子 就是筷子這樣 因為同時 就看你表演 好啊 我跟你講 你要從這個沒有骨頭的地方下手 因為呢 常吃東西的時候 你同時還要滑手機 或是轉擾控 輕鬆 油油的 沒有我都很專心吃東西欸 沒有我就要一邊看中間行為 喔是喔 我要吃囉 好吃吃吃 這太簡單了 這很容易 欸 心有淋濕欸 真的假的 這我 好 好 這是我們的第三盤 C盤 接下來 欸它炸的 都是腿欸 好漂亮喔 它的肤色很健康 真的 它是那種 有去 海邊塞 注曬的 對啊 它這個炸的很漂亮欸 跟其他比起來 它是裡面炸的最漂亮的 沒有你漂亮 真的假的 我吃吃看 它是誰啊 好陌生喔 它們有不好吃啊 可是就是不知道它是誰欸 我用亂塞的喔 好用塞的 欸 不太啊 是不是應該 可不可以先吃下一盤摘那個 可是其實兩個都不熟 你根本都沒有辦法 好啊 好啊 那你們來 不是說 哈哈哈哈 接下來我們就要吃最後一盤了 因為我們 第四第五盤 我們真的猜不太出來 嗯 它的那個脆脆的聲音好香喔 這好好吃喔 怎麼幫我跟我講 還有誰啊 美莫跟拿破裏 喔 那我大概知道了 那你們吃完要排名 喔 還有排名喔 還有排名 怎麼辦 我中文寫不出來 代牌 你不要偷換我的 我已經寫完了好不好 好 到了我們公佈答案的時間了 我們一二三把我們的板子給立起來喔 一二三 一樣的答案欸 我們連四根 排名都一樣 嗯 但我想知道我們有沒有答對 因為有幾個是我們比較沒有把握 第一個應該正確的吧 好像全部都正確 全部都正確 我們在錯了 我們在錯了 超強 炸雞達人 可是我想知道為什麼你會給文德五耶 嗯 因為我要先說一下 因為第一個 如果有吃過胖老爹的人應該知道 他其實他的味道比較重 嗯 然後就是一開始你就覺得哇好好吃 可是吃到maybe三四塊之後 就會有點油膩 可能要配個茶 然後因為他本來味道就比較重的關係 然後接著 文德又排在他後面 對因為他的肉的味道沒有那麼重 因為每個人口味不一樣 嗯 所以當時我就覺得哇他的肉是比較 比起來相對之下是比較沒有味道 我是覺得文德的他的油味比較重一點 他的外皮的油味比較重一點點 但是他卻沒有這個第一個泡老爹的香味 所以有點可惜 但是有一個地方我覺得也很不一樣 是他們用的粉好像不太一樣 嗯 因為文德的那個粉 他比較是有一點像 炸雞排店 有的些炸雞排店 他可能炸一些杏鮑菇 對不對 或是炸一些蔬菜 然後有一點點甜味的那種皮 對 這就是文德第五名的原因 那麥當勞第二名 是因為可能本身就是口味的關係 其實我們太常吃麥當了 對 我太常吃麥當了 可是不一樣因為它可能是 譬如說中央廚房就做好 所以它味道是固定的 滿好認的 那至於美墨跟拿破裏 為什麼你會就是美墨會輸給拿破裏 因為我們剛剛在吃拿破裏的時候 它裡面的肉很juicy 它的汁還鎖在裡面 但是美墨呢就是它炸得很漂亮 我剛剛說那個顏色很漂亮 我剛剛一開始還以為它是肯德基 會想說我們好像沒有肯德基 後來想到它是美墨 它就是外面炸的顏色是最漂亮 可是它卻少了炸雞該有的味道 但它少了一個就是炸雞味 然後反而是後來我們再吃拿破裏 然後才發現原來炸雞應該是這個味道 而且你一咬它的肉汁都還在裡面 所以就是還是有一點點甜 所以如果你喜歡吃清爽比較淡的炸雞 就可以選美墨 但如果你是重口味的就可以選 胖老爹跟拿破裏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炸雞盲測盲吃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下次想要看我們盲測盲吃什麼東西的話 希望可以吃什麼牛排啊 日本水蜜桃 對 這個不錯 或者是像青森的蘋果啦 或是像射箱葡萄啦 對對對 我們都很願意幫大家做嘗試 希望大家喜歡囉 掰掰 掰掰 spread... 你看看 我們在一起吃 if 品嘗試 看